大家好,欢迎来到厨房美食多 今天去翻冰箱,发现还有一块五花肉 今天就用它来分享一个特别好吃的秘制做法 比红烧肉还好吃哦 接下来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猪皮我们把它切掉,这里就不用它啦 大家可以拿来做猪皮冻或者其他的美食都是可以的 接下来的猪皮我们放一旁 然后把五花肉改到吃成小块 今天分享的这个做法非常简单 每到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我都会做这道菜 吃起来肥而不腻,特别的好吃下饭 切成小块后,再改到吃人再小一点 切好之后,装入到大碗中 现在在碗中倒入两个鸡蛋 用筷子把它充分搅散 然后把鸡蛋淋入五花肉中 再把它搅拌均匀 吃每一块五花肉都均匀地裹上一层鸡蛋液 再往里面分次加入玉米淀粉 一边搅拌,一边加 直到每一块五花肉都均匀地裹下一层淀粉 像这样就可以啦 现在往锅中倒适量食用油 油温五成热的时候,把五花肉一块块放进锅中 如果不清楚油温是多少的 可以用筷子放进去试一下 筷子清楚冒进小泡就说明油温够啦 我们把五花肉放进锅中的时候 接到时每一块之间都有一点距离 这样就不会粘连在一起 全部放进锅中之后 最开始放进去的那些就可以翻面了 然后开中火慢炸 中途也要多翻面 炸至这样两面金黄就可以出锅啦 把它放入一个大碗中 然后先放到一旁 现在准备一块生姜 一节大葱 增加切成片 然后再切成细丝 大葱写到切成薄片 全部切好放入五花肉中 我们再来调一个料汁 碗中放三勺生抽 不够的也可以多放一点 再放两勺老抽调一下色 再放入一勺蚝油 两勺辣椒酱 不喜欢吃辣的朋友可以换抽甜豆酱 根据自己的口味 加入适量的食盐 再加入一勺白糖提鲜 接着把它搅拌均匀 这样料汁就调好了 直接倒五花肉中 再把五花肉搅拌均匀 这样就可以了 把它放在一旁 沿着一个小时以下 使它更入味 现在我们准备半碗糯米 加入清水 淘洗几下 然后放一旁备用 五花肉在腌制的途中 我们可以翻一次面 这样会更加入味 泡好的糯米 我们直接放入一个小碗中 糯米要提前泡好 泡开的糯米更容易蒸熟 而且蒸出来以后 会更加的软糯好吃 然后把糯米整理平整 再把腌好的五花肉 平整的摆在糯米上 一层放好 可以再来一层 把它按压紧实一些 最后碗底的料汁 也可以浇在上面 然后温水放入蒸锅中 中火蒸30分钟 快要蒸好的时候 我们可以切半根黄瓜 斜到千人薄片 然后再从中间对半切开 全部切好先放在一旁 现在我们把蒸熟的糯米取出来 准备一个大一点的平底盘子 盖在上面 然后倒扣过来取下盘子 现在我们可以把切好的黄瓜 摆在盘子边上 一道非常好吃的糯米五花肉 就做好了 五花肉这样做 用来招待客人 非常的有面子 绝对是大印菜 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五花肉真的时间久了 也是软糯Q弹 肥而不腻 吃起来真的是入口即化 而且它的寓意也比较好 花开富贵 真的是年菜上的一道印菜 视频看到这里了 麻烦各位哥哥姐姐 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喜欢我的视频 就请关注我吧 我是多多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